沙婆不踩沙車那踩什麼踩油門 踩不開的鎖太多不捨藏心我 去向誰訴說 終究留不住你也只好放我 往後我失去了你該怎樣去生活 思念太長何曾放過 這段傷要用遇上慢慢的愈合 這一生不盡的沉默 往後我失去了你該怎樣去生活 情到深處如何能解脫 丟下我守著那份過期的沉默 人海裡孤獨的漂泊 夜市人情太寂寞悲傷在放火 想起那些往事淚又流成河 太多痴情惹的火對你著了魔 或許愛上了你都是我的錯 往後我失去了你該怎樣去生活 情到深處如何能解脫 尋念太長何曾放過 這段傷要用遇上慢慢的愈合 這一生不盡的沉默 往後我失去了你該怎樣去生活 情到深處如何能解脫 丟下我 丟下我守著那份過期的沉默 人海裡孤獨的漂泊 往後我失去了你該怎樣去生活 思念太長何曾放過我 這段傷要用遇上慢慢的愈合 這一生不盡的沉默 往後我失去了你該怎樣去生活 情到深處如何能解脫 丟下我守著那份過期的沉默 人海裡孤獨的漂泊 人海裡孤獨的漂泊 沒有什麼能夠阻擋 對自由的嚮往 天馬星空的聲揚 你的心了無牽掛 穿過幽暗的歲月 穿過幽暗的歲月 也曾感到彷徨 當你低頭的瞬間 才發覺腳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遠 盛開著永不凋零 蘭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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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蓮花 劉蓮花 穿過幽暗的歲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脸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脸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抱怨 盛开着永不凋零 蓝柳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烫了 不怕坏啊 这个 不怕坏啊 坏是别人的车 坏就坏了 本来就是不来 租的吗 租这个车多少钱一天 差不多650 650一天 他这个不是有那个手动的吗 用手动的吗 手动挡吗 没有手动挡 刹车 连去脏了八九个小时了 刹车发热了就没有刹车了 哦 高弯 手动模式切手动模式就可以了 那也是 下坡 轻轻带一点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 这个是什么车 这个是 鹿巡还是普拉多啊 现在呢 在这个318国道边上啊 然后 这里呢 是一个停车区啊 这个是哪个老铁的车牌啊 掉了 2C 这个是 不知道2C是哪里的啊 车牌掉了 过来拧一下啊 今天的话呢 就打算在这个地方露营了 在这个区域啊 这里有个公共厕所 不知道有没有水啊 里面 看一下有没有水 有水的话就在这里打水了 哇 水 哟 还有水啊 有水 有水 这个厕所还是有点脏的 地上 相比那些 呃 营地的厕所还是很干净的 看这地上 看这地上这是啥 不知道这里能不能露营啊 这里有一堆沙子 还有两个车子 葬姬 葬姬是 林芝这边的 啊 然后这里呢是车位啊 车位 哇塞 这什么情况 这车不是自己的吗 哇 刚刚刚刚刚下长坡以后啊 这些人通通的个个都拿水 过来浇这个轮毂啊 给这个轮毂降温了 也是浮了 一点用车知识都没有 这样加的话会使那个刹车盘变软的 脆火了之后就 容易变形的 估计也不是自己的车 估计这个车也是猪来的 他们刚才 那个丰田霸道 用冷水啊 浇这个刹车盘 哇塞 我都感觉我这个刹车盘现在很烫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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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好烫 这个丝现在不能用手摸啊 十几公里的长下坡 我们长下坡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踩刹车的方式啊 一直让他踩刹车 使这个刹车啊 使这个刹车啊 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不然的话他会慢慢的 呃就是 失灵的啊 然后造成一个非常 严重的交通事故 刚刚在那个前面 就发生一个那个坦克 400那个车 已经撞成前面 侧面已经撞成面目全非的啊 然后 穿车线上面还有非常多的案例啊 都是 呃 雪 雪淋淋的案例啊 我们 在开车的时候 啊 特别是这个长下坡的时候 千万要 注意啊 一定要用低速挡来控制车速 啊 尽量的少踩刹车 啊 一定要记住 开烂风 别踩到流失了哦 看地上 这什么 流失了什么 那爬爬呗 不要踩到了 刚刚那个车撞成那样子 刹到我了 幸好我没开真的 开的话有可能就是我了 你知道为什么它会撞吗 为什么 因为 从那个设计那山下来有十几公里的长下坡 我看那个车 那个坦克 那个车主是开那个坦克四百吧 我百分之百可以断定它 它是用了那个一直踩住刹车的 刹破不踩刹车那踩什么踩油门啊 啥呀 踩什么刹车 长下坡不能踩刹车的 你不懂吗 考驾照考驾照 考驾照我 考驾照我教练也没教我 我就说 萨坡踩刹车啊 那难道踩油门 你刚才死的快这样子 科目一没有学吗 科目一没有考试吗 考了呀 考了91分啊 当然没有说 萨坡不能踩刹车 他也没说踩油门 那肯定是踩刹车啊 今天我重新给你补给一下 长下坡 一定不能够踩刹车 长时间踩刹车 不能长时间踩刹车 重要事情说三遍 因为长时间踩刹车 会使刹车失灵的 特别是这种 哇一下坡 都二三十公里长下坡 如果你一直踩住刹车的话 那个刹车会发烫 会冒烟的 油门也不能踩 刹车不能踩 那踩什么 空车 要用发动机自动 懂吗 那万一有的车 都没有这个功能呢 一般的车都是有的 有个低速档的 你就切换到低速档就可以了 你都说了有的车 那万一有的车就没有了 不管是以前的车 还是现在车都会有一个 L档或者是S档 S档是超车 L档是低速 或者是L加L减 或者M加M减 这都是手动档的 然后 手动模式 然后 手动档的话就切换到 一档或者二档三档 懂吗 不懂 哎呀不懂 你看这里 看这里 看这里 这个是 看这里看这里 这个是停车 这个是倒车 这个是空档 这个是前进 我知道这些 这看到加号没有 减号没有 这个加号减号 它就是手动模式 那万一有的没有这种模式 它没有 它会显示有个L或者M 它有的车 它会后面还会有两个 它不是在这往左边 往右边的 它是往后面的 还有个L 我知道 我看了 我看过我表层那一台 它那个叫手动模式 千万不能一直地档行驶的 千万不要地档行驶 踩刹车 不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货车也是 它那个货车它是气杀的 有要装零水装置 它没有装零水装置 它也没有使用低档 结果撞了面目全非 房车 一个新买的那个房车结果撞成 直接报废了 知道没有 知道了 科目一经常卡的 说长时间下坡 该怎么使用什么什么什么刹车什么的 我当时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猛贯 那谁给我背的 我都考了这么久了又没经常开车 谁知道 用什么 现在我教你了 以后记住 以前在广西的时候是没有遇到这种长下坡的 所以没有机会跟你说现在遇到这种长下坡的时候 然后现在呢我用实际经验告诉你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懂了 回答那么勉强 我本来就知道了 不能踩刹刹车啊 要紧急自动啊发动机啊 发动机 紧急自动啊 你说 什么要紧急自动啊 你说的紧急自动 没说紧急自动 那什么 用发动机自动迁移 用发动机的迁移你来自动 不能够长时间踩刹车 不是紧急自动啊 肯定不是紧急自动啊 那紧急自动是什么意思 不要紧急自动就是立马踩刹车 千万不要立马踩刹车 因为踩刹车容易崩坏的 懂了懂了 还有跟你说 那个刹车盘发烫以后 千万不要 用那个矿泉水去淋滩 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 你没看到那个人 那个轮胎都冒烟了吗 那个刹车盘都烧红了 用那个水去淋它 马上那个刹车盘就会变形的 这都不懂吗 给你普及下用车知识 看你就是个车文盲 知道了你是大学生 学到了没有 没有 我来这么多 学到了没有 学到了不能踩刹车 又发动机牵引 哦对对对对对 挂什么挡 空挡啊 你真是个人才 交不会算了算了不交了 你就是说了挂空挡 哎呀算了算了不交了不交了 这个人 他自己说挂空挡 实在是交不会 交不会交不会 你们拿给你拿给你们吧 谁要谁你回去吧 啊 啊 啊 谢谢观看